画这个地方,各位也可以思考一下,反正这个画图都是不拖几个指令嘛,一定就是什么,一定是画线,对不对,所以你可以画一下,真不是画一个线,对不对,然后呢,上面的话有二次,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画一样的线在这边的话,那可以用两个方法,一个就是用什么,Obset,就偏移上去,偏移多少,二次,或者还有一个指令要复制,复制也是一样,你复制之后,向上复制二次也说可以了, 两个方法都可以,那这一题我们用偏移好了,慢慢来,如果你可以再用复制方法也OK,然后再往上这一个,再往上什么,二十五十六十二,对不对,然后把这些线都画出来之后,再来就要搞定这些什么,半圆,那半圆实际上就是,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呢,画什么呢,你想说,如果用画圆来做也可以,可是你画圆来做,你会发现,我要先抓中央, 中心点,那中心点怎么抓呢,你是要出一半吗,出一半,然后这边再Obset一条线,然后这边再怎么,画一个圆,然后再把圆杀掉,哇,那你工程浩大,很麻烦,所以这里我就,我们不用画圆了,因为画圆太麻烦,你画这么,画一个圆,然后再删掉,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用画弧,画弧,弧的话,你只要给它一个起点, 给它一个终点,再给它一个方向,就三个讯息,它就可以帮你把弧画出来,会比较快一些些,所以这一题主要教各位怎么样呢,第一个就是Obset,偏移,或者复制,第二个是,如何快速的画出半圆出来,半圆实际上就是弧,如何快速画弧,OK,那这里的话呢,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一题, 首先的话呢,我们来看一下这边,第一个,先从底下开始画好了,底下的话,往这个方向,40,enter,然后呢,再把它偏移,对不对,往上偏移,偏移多少,这边有个偏移,对不对,偏移距离24,enter,然后把它直接这个往上,OK,再来换这个,对不对,换这个呢,实际上再做偏移,然后20,enter, 然后把它偏移,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动作要做,总共要做蛮多次的,那或者是说,我的习惯是,重复上个指令,你可以按空白键,取消,按一下空白键就取消,结束掉,对不对,然后再重复上个指令,按空白键,它就出现什么,偏移了,第二下是,重复偏移的指令,那再来就是多少,再往上偏移5,所以5,enter,然后就直接把这个呢,往上移,然后结束, 结束,再重复,再输多少,16,enter,然后再把它选它移过来,再把它选这个物件,然后往上移